新名:「本站飛語網www.https//fearhistory.blogspot.com/. 自網路收集整理之書籍、文章、影音近公寓欄交流學習研究,其書籍、文章、影音、情節內容、評論屬其個人行為,與本網站無關。 版權歸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請在下在二十四小時內刪除,不得用作商業用途,如果你喜歡其作品,請支持訂閱購買,正品!謝謝! 十二齊緩工的不世霸業。講完了管眾、爆肅牙、集行等不世言神,再來講一講不世言君姜小白。 不得不承認管眾的偉大,但如果沒有僵小白者棵不同樹,管眾者指金鳳凰連過落腳的地而都沒有,更旺論建立工業,稱史誰名不偶了。 正如唐人盧趙倫所說,如果不是遇到齊緩工,管眾只能去做陽城的賞滿女婿。 話雖刻薄,但也有幾分道理。在,管眾上篇,中,著重分析了管眾與王猛的相同之處,實際上間小白和福堅也幾乎是一個毛子女黑出來的帝王,各方面相似度極高。 如果把薑齊清白,前秦統一北方的功勞都歸於管眾和王猛,這對薑小白和福堅來說是不公平的。 別的不說,薑小白對管眾的建議幾乎然聽之,繼從之,嚴格執行管眾制定的內外政策,能做到這一點就很不容易。 如果讓管眾輔助薑豬而那樣的荒唐君主,不出三年,管眾準備薑豬而棄死。 女士春秋、任嫂,記載了一個小故事,說有關部門來找薑小白,請他對某事做出批示,薑小白讓他們去找管眾。 有關部門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又向薑小白請示了兩次,薑小白還讓他們找管眾。 有些人對薑小白當甩手大獎鬼非常不滿,當面嘲諷薑小白,什麼事都抓管眾輔,當國軍。實在太容易了。 薑小白的回答是,在沒有眾輔之前,國勢艱難,自得眾輔之後,國勢如日中天,眾輔如此多能,我就不用侵和了。 薑小白說這聲稱,其實只是給管眾臉上投資抹粉,增加管眾在官場上的權威,方便管眾處理政務。 薑小白從來不是任由管眾擺佈的傀儡,他也有自己的主見。 實際上薑小白和管眾在工作上是有分工的,管眾主要處理國內政務,發展經濟,提高綜合國力。 薑小白主要負責國際戰略,中橫殺佛,為齊國增強國力贏得良好的生存空間。 翻閱一下,管子,便能發現一個問題,凡是,管子,一書涉及內政的內容,幾乎找不到薑小白身影, 而凡涉及齊國對外交往的篇章,比如,大康、小康、霸營、風蟬、小文,都有大量專於薑小白的記載,足以說明這一點。 薑小白的野心非常大,他應該知道鄭莊公基吾生的小霸故事,但薑小白顯然潮不想基吾生的當詞,他要做春秋大霸,一統江湖,萬在尊代。 但老話說,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在他初職位,管仲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全方位改革,提升國力的時候,薑小白便開始了他所謂的大霸之路。 薑小白時代的第一場爭霸戰爭,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長雀之戰,發生於西元前685年,也就是薑小白職位的第二年。 當時齊強老弱,薑小白以為吃掉老國比吃口西瓜還容易,那知道他的大牙合在鳥核上。 老國明將曹沒的一股作氣,將毫無思想準備的薑小白打得滿頭開花,薑小白狼狽逃回。 第一次的失敗,是成功之路最完美的開始。 這話說得很精彩,薑小白被曹沒型頭棒渴後,才對齊國的綜合實力有了一個更清醒的認識。 以現有的國力,守城市沒有問題的,但要稱霸天下,首先還是要積累內工,發展經濟,培養人才,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人才運作機制。 四百多年後,坐人李斯上書《秦皇營靜》,即著名的《間逐客書》,李斯認為秦應該以寬廣的空懷接納天下言事,而不是搞地方保護主義。 其實李斯所呼籲的用天下之財的機制,早在齊援工時就已經運作得相當成熟了。 與秦朝被動地接納外國人才相比,齊國是主動到國外發現並招攬人才的。 姜小白派出一隊隊的白洛,每隊白洛配備好車好馬,帶上足夠的糧食和貨幣,又走於諸國,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言事。 當然,這些白洛還兼附著另外一樣任務,就是做間諜,凡發現所在國朝局不穩,內亂漸離者,立刻向林芝通報, 以方便齊軍對該國進行準確的軍事打擊。 按照管仲的稱霸計劃,執政三年之內不對外用兵,集中精力發展國力,第四年做準備工作,第五年鐵血出擊。 諸葛亮應該就是吸取了齊佛佬失敗的教訓,用了五年時間恢復國內經濟,等到內和外通之際,諸葛亮高舉興福漢室的大旗,發動了震動天下的不伐。 諸葛亮也接受了這個教訓,不打無準備之仗,在前五年的時間旅,諸葛亮口不言兵,一心發展經濟。 打仗,說白了,就是消錢,兜裏沒錢,還打個雞毛。 將小白初出江湖的第一槍,對準了剛剛經歷過國內政治動盪的宋國。 宋公子節因為在打獵時和大臣南宮萬發生矛盾,被南宮萬殺死在蒙澤,立公子子游為國軍。 不久後,宋國的反南宮勢力聯合起來,幹掉了南宮萬和子游,改立紫節的弟弟子遇說,就是宋援公,即宋雙公子之父的父親。 宋國的形勢逐漸穩定下來,但與宋惠倫的齊援公姜小白從中看到了無限相機,姜小白大笑,發財的機會來了。 在世緣前六百八十一年的春天,姜小白糾雜了老、陳、財、朱等國,在齊國境內的北行,金山東東亞附近,趙海了湊名超駐的宋國之友大會,當然,出席的還有當事國宋國。 姜小白的邏輯非常簡單,宋國不能沒有動亂,否則齊國就失去了稱霸之路上的戰略之撐點。 為了齊國的利益,姜小白理直氣壯地打著維護世界和平的旗號,赤裸裸地干涉宋國內政。 這次干涉宋國內政,姜小白的目的並不是推翻紙遇說,而是只在建立以齊國為主導的國際新秩序。 姜小白明白無誤地告訴紙遇說,國際社會依然承認你是宋國合法的領導人,但是,你要聽我的指揮。否則,後果你是知道的。 宋國的整體實力要弱於齊國,而且紙遇說剛剛職位,統治基礎還不太牢固。 在這種情況下,紙遇說不敢當面對姜小白說不,只好隱氣吞聲地答應了姜小白的無理要求。 等到紙遇說回國後,越想越窩囊,大罵姜小白趁火打劫,做人太不地道。 紙遇說可不是一個省油的燈,南宮曼陶到陳國後,被陳人送回宋國,紙遇說親手將南宮曼剁成肉像。 這樣的刺頭人物,豈會心甘情願地受姜小白擺佈。 就再不幸宋國之友大會結束後的當年年底,紙遇說就強硬地撕毀了與姜小白之前達成的各項協定,宋是宋,齊是齊,地位平等。 如果宋國不向齊國交保護費,齊國還拿什麼清霸。 更重要的是,紙遇說當著天下人的臉,狠狠地抽了姜小白幾個響亮的耳光,如果不狠狠教訓宋國,以後姜小白還有什麼臉面在江湖上行走。 他的所謂稱霸是葉子能輪為國際笑柄。即使姜小白顧忌宋國的強硬反擊能力,至少也要造造表面文章。 西元前680年的春天,姜小白糾索沉塵,吵兩個仗游過,三國聯軍號號蕩蕩地潮著宋國殺來。 這次姜小白對宋國出手,也不是真打,主要還是對宋國進行武力恐嚇。 為了給自己的強盜行為披上一件人道主義干預的外衣,姜小白非常聰明地把周天子也拉進了者燙運水。 春秋時代的中原,更像現在的地球村,村女住著二百多村民,村子女最大的領導就是村長,不過村長早就已經被架空了,大家各玩各的。 等到有人需要利用村長的名義為自己謀利益時,就會把村長抬出來,指著被打的一方說,看清楚了,不是我要打你,是我奉村長之命打你。 新職位不久的周禧王姬胡齊為了多重財大腰操的姜小白手上賺攝活動經費,自然願意跑場子。 姬胡齊派單白來到宋國,對宋國進行勸解,實際上是迫不止預說接受姜小白制定的不平等條約。 具體的談判內幕不太清楚,但只預說應該在周天子和齊國的強大壓力下屈服了。 當年年底,單白代表周天子、齊、宋、惠、鄭各國在惠國的眷城、金山東眷城北,舉行第二次宋國之友會。 以,落實之前達成的一攬子協定。 在這場近乎鬧劇般的外交活動中,姜小白最漂亮的一招就是得到了周天子的支持, 這也是只預說不得不向姜小白示弱的重要原因。 雖然這次會盟,齊國並沒有得到實際利益,但最重要的是姜小白已經在國際社會中打出了自己的威望。 經過幾年的發展,齊國整體國力不斷上升,已經初具超級大國的初型,所以姜小白才有底氣突破國際制度而約束,明目將膽地為自己謀取利益。 強權積公理,古往今來,莫不是如此。 不過話說回來,任何一個國家的稱霸,都須要披上一件人二排襯衣,一手拿根粗大棒子,一手捏著一把組子,軟硬兼絲才是王道。 跟著姜小白運江湖的那些將由國懇著意觀察齊國的國家品質,看看姜小白是否具有江湖老大的寬宏大道。 管仲很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就在那一年的年底,發生了老宋阿之盟時曹沒劫詞事件,事後,姜小白不想承認與老國的邊界劃定條約,被管仲及時勸著。 管仲的理由是大國之君,應當然而。有信,不能出以反而。 管仲堅持按原定條約辦事,其實是造給江湖上各路諸侯漢的,讓大家看到齊侯是個信仁君子,為日後的齊國稱霸鋪了道義道路。 各方面的因素綜合起來,當小白在江湖上的威望日益高漲,有槍桿子,有錢袋子,還滿嘴仁義道德,這樣的老大打著燈籠也難走。 西元前679年春,各路諸侯再次在眷城召開武林大會,會議的主題很清楚,專齊國為諸侯長,相當於安理會唯一的常任理事國。 齊國的爭霸之路,自此賣出了關鍵的第一步。 姜小白的做事風格充滿了霸權主義的狡詐和貪婪,但他的本質還是不錯的? 至少他知道收了兄弟們的保護費,老大就要負責兄弟們的安全,保護費不是白拿的。 什麼叫老大?老大就是既為自己的利益插兄弟兩刀,也為兄弟的利益插別人兩刀。 第二次眷城會盟的當年秋天,姜小白接到了他出任諸侯長以來的第一單買賣,附屬於宋國的小諸國突然宣布脫離與宋國的神屬關係,舉其造反。 小弟家中出了亂匪,姜小白作為老大,自然要拿刀上陣撼人。 小諸國位於金山東藤州附近,距離齊國非常近,姜小白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樹立老大威信的大好機會。 草級大國齊國大爵一幫捕蟲過,空神惡殺般地撲向小諸國,要為宋國土說法。 雖然史料記載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康大腰圓的聯軍把和斗牙差不多大的小諸國湊得七分八數,找不著不。 姜小白的風頭還沒有出源,在小諸國伴宋的同時,與宋坑清白年世仇的鄭國趁機運水摸魚,讚了宋國一票。 姜小白現在是宋國的大頭大哥,小弟被人拘捕了有,豈有不出頭替小弟土公道的道理。 西元前678年,姜小白帶著陸從國軍,帶搖大擺地圍著鄭國一陣狂偶,鄭麗公被打得枝蛙亂叫。 隨著齊國的國力不斷增加,姜小白的賊手也越新越獎,只要視齊國能夠得著的地方,倒避姜小白看成需要被保護的齊國利益。 哪個小弟受欺負了,姜小白拿刀上陣,哪個小弟家女出了亂子,姜小白都要出面擺平。 比如著名的老國慶父之亂,就是姜小白派高系出兵搞定的。 姜小白有一點很聰明,他只欺負一些中等國家,卻從來沒有打算消滅對方。 換句現代語言,就是齊國只注重在其他國家保護齊國的利益,卻不會對某個國家提出領土要求。 在政治上,姜小白要的是諸國服從於齊國權威之下,在經濟上,姜小白要的是諸國開放本國市場,以便齊國的商品打開國際市場。 對於那些不服從於齊國霸業的小國,姜小白堅定不移地執行武力打壓的政策,直到將對方打伏。 為止,鄭、宋、老者類的中等強國,以及為陳、蔡者楊的偏小國家,接二連三地被齊國按倒。 在地,一頓叛臭。姜小白的武林盟主地位基本上得到了確認,除了楚國之外。 楚國是長江流域新崛起的超級大國,其時在位的楚城黃紅同樣野心勃勃,而且論能力,手段均不順於姜小白。 紅不甘心做一個偏安君主,成天和一群萬密打交道,他更渴望做中原的霸主。 紅職位以來,楚軍像一台大馬力的推土機一樣,不斷向北平推過去,鎖過之處,雞飛狗跳貓上吊,江湖上一片驚呼。 當時的國際格局,北有進、東有齊、老、西有巡、南有楚、中有鄭、宋。 特別是鄭、宋二國,是中原地區防禦楚國的最後一道戰略屏障,一旦讓楚國突破鄭、宋防線,後果不堪切賞。 西元前666年,紅派一代名將子元律戰車六百城北伐鄭過,只要拿下鄭過,紅便能初步實現稱霸中原的計劃。 楚軍的戰鬥力確實不是趨的,很快就殺到了新鄭城下,甚至突進了鄭內。 成。 幸愧鄭民攻擊截玩了一出空城計,子元懷疑城中有埋伏,沒敢謀然進入,這就為諸侯救鄭贏得了寶貴時間。 紅賞清霸,先問問老牌霸主姜小白答不答應,如果蛋糕被紅吃了,姜小白只能喝西北風了。 在諸侯聯軍的威脅下,楚軍連夜撤軍回過,一場新老霸主之間的戰略決戰往後推遲了三十年,即西元前632年進楚城北之戰。 雖然大戰沒有打起來,但楚國這次罰正,在姜小白看來,依然是對齊國霸主地位的嚴重挑釁行為,是姜小白所不能容忍的。 而且姜小白已意識到楚國將來必是中原大患,如果不在楚國崛起之前打掉對方的囂張氣炎,以後中原就別想過安生日子。 西元前662年,姜小白向江湖騙發英雄帖,號召中原國民派聯合起來,共同討伐楚國,為鄭國報仇。 不過在當年年底,老莊公基同病死,老國朱公子曾偉,形勢大亂,姜小白只好將《佛楚的事情》各自一邊,先派上興高系去穩定老國局勢。 直到七年後,也就是西元前656年,姜小白才準備和楚國雄攤牌。 之所以選擇在這一年動手,原因是雄又對鄭國動手動腳了。 形勢對聯軍不太有利,因為鄭文公基哲有些承受不住來自楚國的軍事壓力,準備向楚屈服。 還是大夫恐縮警告基哲,齊國已經出兵來救我們,如果我們背叛姜小白,國軍認為姜小白會放過我們嗎? 與其叛齊父楚,還不如維持現狀,何況齊國加上聯軍的實力,贏面要遠大於新興的楚國。 這一次的佛楚動靜非常大,不僅齊國主力進出,再加上宋、老、陳、惠、許、曹、孫上正過,正好是八國聯軍,甚至管仲也來臭了一回熱流。 聯軍先是急遲數百里,以疾風罩與姿勢打爆了楚國的前線勾勒塞國,然後尖刀直插楚國北線防禦重震浮,今河南演成。 塞軍的崩潰,實際上對楚國並沒有太大的損失,以楚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完全有能力與姜小白缺一死戰。 但楚城黃雄也要考慮戰爭成本問題,如果和姜小白拼過雨死網破,自己能得到襲摸? 姜小白同樣考慮過這個問題,姜小白此次大將旗鼓地罰楚,主要目的還是想通過軍事行動迫不楚國承認齊國的霸主地位? 放眼天下,具有超級大國骨架的,只有齊、俊、楚三國。 而俊國此時正發生破壞力空前的內耗,幾十年內不會威脅到齊國的地位,只有楚國是齊國的心腹大患。 即使用武力打敗楚國,也注定是一場高消耗的戰爭,所以能不戰而屈楚之兵,讓楚國承認齊國的霸主地位,對姜小白來說是最有利的。 形勢正如姜小白所預料的那樣,楚國的對齊之策是以強硬對強硬,洪親自律軍北上,來找姜。 小白要個說法。 表面上,齊楚兩國劍拔弩張,似乎一場大戰不可避免,但其實雙方都不想打這場沒有贏家的戰爭。 齊國由管仲出面,和洪面對面進行談判。 管仲指責楚國不向周天子進貢,所以齊師來佛,實際上這是管仲吸紅爪台階下,只要洪承認自己對周天子有失神禮,齊國就有藉口罷兵,然後各回國家,各拜各媽。 洪知道管仲的心意,自然也要成人之美,姜小白不就是想做霸主嗎?那就成全他吧。 洪也明白楚國暫時還不具備挑戰齊國霸主地位的實力,不如暫且低頭,日後再作計舊。 當年夏天,齊楚兩國在趙寧,金河南塔河東,舉行結盟大會,楚國方面的最高代表是大夫屈原。 屈原雖然嘴硬,說如果齊軍膽敢過漢江一步,楚軍將與齊軍決一死戰,但他也看到了齊軍的強大,乖乖地在協議書上簽字或押,正式承認齊國諸侯祥的地位。 獲得了新興強國楚國的承認,姜小白的霸主地位在也無人可以撼動了,包括周天子也承認者一點。 其實周惠王姬並不喜歡姜小白,因為姜小白自此國力強大,粗暴干涉周朝的內政。 周襄王不喜歡太子姬正,有意廢調姬正,改立幼子姬大。 姜正也不是省油的燈,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姜正暗中和姜小白達成了有利於齊國的某種約定。 姜小白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控制下任周天子的絕佳時機,對此事大事炒作,把事情鬧得滿成風雨,周天子機對姜小白極為不滿。 西元前655年,姜小白率老、宋、陳、惠、鄭、許、曹等國在守指,今河南雖願,公然會見姜正,表達了對姜正的支持。 雖然姜暗中指使鄭國背盟,但並不影響姜小白在諸侯中的威望,有了以齊國為首的八國聯軍的支持,姜正的腰杆也硬了,最終順利地職位,就是周襄王。 姜正職位後,準備對弟弟姜大痛下殺手,姜大搶先一步逃到了齊國避難,隨後姜小白就派管仲來落都替姜大求情。 姜小白收留姜大,原因很簡單,留下姜大,就能威脅到姜正的天子地位,可以從側面控制著姜正,以保證姜正不會造出傷害齊國利益的事情。 國際生存法則就是這樣,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發大理大,說到底利益最大。 被姜小白敲打後,姜正終於老實了,他也摸清了姜小白的戰略底線,從此再不敢對齊國有什麼非分之想,只能乖乖地聽從於姜小白的指揮。 姜正也知道姜小白想從自己這裏得到什麼,說穿了,就是需要姜正以周天子的身份正式確認姜小白的霸主地位。 姜聖齊國歷史上的最高潮終於到來了,西元前651年,齊換宮姜小白大會諸侯於葵休,金山東曹願世。 出席大會的橫有惠、鄭、魯和許、曹等惠聲過,當然,這場大會的主角,其實是周天子姜正派來的外交代表,太宰姜孔,她是來代表周天子向姜小白表示神福的。 按當時的禮制,齊國是外姓諸侯過,所以沒有資格獲得天子賜的造獄。 但就天子這回破了例,賜齊換宮造獄,這對姜小白來說是極高的政治禮儒。 另外,在感謝天子賜獄的儀式上,姜小白要給周天子搖擺,機恐說天子有名,齊後不必下敗。 這一點也說明了周天子基鄭已經認可了姜小白的地位。 天子都如此棄中姜小白,哪些運出長廢的將由國門自然也沒意見。 姜小白為之奮鬥三十年的清霸大業,在葵休會盟之時,達到了後人不可遇月的頂峰。 後來進楚相繼清霸,但都沒有達到姜小白的這個高度。進楚兩國是繼齊國之後,舉世公認的兩個超級強國,但問題是這兩個超級大國同時存在,互相制衡。 而在姜小白時代,齊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楚國在楚城王時也只是地區性大國,關於這一點,沒有任何人否認。 這場由齊國主導的葵休會盟,諸國達成了五項協定。 具體內容時,一,諸不孝,無異樹子,無以妾為妻,父者死,不許國軍費的立樹,不許妾妾二位。 二,專研,欲財,以將有得,建立有效的人才選拔任用機制,鼓勵民間的教育發展。 三,敬老,持幼,無望奔女,專老愛幼,禮代客人,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 四,是無勢官,官是無涉,取是必得,無尊殺大夫,反對基層權力勢習,不許國軍殺害是大夫。 五,無曲防,無壓,無有風而不告,諸國之間要團結協作,互通有無,不許大家亂或倫國的長國。 老大發話了,弟兄們誰敢不聽,都為為拱手,肅然聽命。 葵休會盟,是春秋時代第一次國際戰略格局的調整,出現了以齊國為諸侯祥的國際新秩序。 這就是做老大的好處,可以制定遊戲規則,從古至今,真理永遠掌握在最高統治者手上,他的意志就是真理。 葵休會盟,是一個人的舞台,江湖莫不養事。 蘇發佳白的江小白以江湖盟主的身份,發表了熱情陽日的講話,凡我同盟之人,繼盟之後,然歸於好。 這同時也是江小白對國際社會發出的警告,世界和平協定已經簽署,以後大家都要遵守這份協議,否則老大我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雖然不知道江小白確切的年齡,但在周公基恐勸指江小白給天子搖行大禮的時侯,說白扣跌老,無須下敗。 跌是指七十歲以上的老人,說明這一年,前651,即使江小白沒有七十歲,也應該六十多歲了。 人生七十古來氣,半節新子埋進土,在人生的夕陽時分成風入雲,江湖中人山夫腐敗,將小白似生無憾。 siècle起面上磨傷了。 siè起,